上集的周一听什么呢 我跟大家分享了 浩子入围金曲奖的故事 还有他的一些心路历程 以及他专辑里面一首我喜欢的歌 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听上一集 然后这一集上次有预告嘛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认为的 《陶者的情欲》三部曲MV 当然他的情歌有很多首 但是我看了MV之后 我觉得这三个是最有意境的 所以我就把它收录了起来 然后分别是《暗恋》 《似曾相识》 以及《爱我还是他》 那只能说就是陶者真的很爱找美女来拍MV 然后这几支MV都是比较长的 比较趋势比较完整 然后甚至还有一部是《陶者自导自演》 那我会先从这个 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歌跟MV 《爱我还是他》来讲起 那这首歌呢 它其实是收录于陶者的《太平盛世》专辑 然后是2005年的《音乐》发行 那这张也算是套着很多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张 然后其中像是《鬼》啊 《苏神说》啊 然后《孙子兵法》啊 《苏辣于蓝帕》的预言 我觉得都是很前卫的尝试 然后里面也蛮多情歌很好听的 像是《爱我还是他》啊 《无缘》啊 等等的 然后在聊这个《情欲三部曲》里面 会从比较多的面向 然后其中一个会讲的面向就是说 这几首歌它 歌词还有MV上的意境的一些差异或差别 然后其实这首歌是 就是等于是我在念书 国中的时候就有了吧 然后那时候我就 我就蛮喜欢这首歌 可是MV是一直到 很后来我才去看 然后我会发现说 歌词跟MV的意境 是完全颠倒的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爱我还是他》 其实他就是在讲一个 三角链的故事 然后中间的一些情欲纠葛啊 等等的 那其实歌词听起来比较像是 一个卑微的男人 然后他的伴侣可能 爱上了另一个人 或者他卷入了一个三角的关系 因为他写的是这个 男生的他 然后一些叙事的角度 也感觉比较像是一个男生 在说一个 女生的一个变化 可是呢 可是 这就是套哲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 这首歌到MV里面 反而变成是两个 一个男生在两个女生之间 周旋或是一些纠葛的一些 一些情况 然后想说 这个不是 本来的意境吧 对然后 其实这个MV里面 他也有说 就是说 他这个MV就是取自 张爱玲的红玫瑰跟白玫瑰的那个 经典故事 然后红玫瑰跟白玫瑰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张爱玲的这个作品 就蛮好名的 也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也许每个男子 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 至少两个 取了红玫瑰 久而久之 红的变了 墙上的印刀文字写 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取了白玫瑰 白的变是衣服上沾的 一粒犯粘子 红的却是 心口上的 一颗朱砂痣 所以呢 他其实就是在讲说 就是男人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女人之间的 难以取舍这样子 当然是这个题外话 对 就是 大家看到这一段 大家都会很表象的觉得说 这是 在讲说 一个 男人可能很常遇到困境 就是他觉得 不同类型的人 各自他吸引他的好 他很难抉择之类的 啊该怎么办之类的 可是 我就看了一些 后续的分析 就是其实张爱玲 并不是在讲 说 这个 呃 男人 有点类似这种选妃的一个情境 他不是要讲一个这么 表象的东西 他反而是有点类似在 呃 反奉当时的男人 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研究 这个就不是今天 特别想聊的问题 好 所以就 我回到前段来讲 所以 这个MV 的意境完全就跟歌词颠倒 我那时候看了就觉得 嗯 嗯 这个跟歌词写的好像是两回事啊 对 然后 所以他 他为了要去 呃 讲这件事情 他就把这个场景 拉到上海跟 台北两地拍摄 所以其实桃子就是一个 呃 就是被 公司调派到上海工作的台商嘛 然后他在那边遇到上海的红玫瑰 就是由那个曲颖饰演 然后台北的白玫瑰 就是他原本的女朋友 就是林可彤饰演 的情欲纠葛这样子 呃 大家可以去听歌 他大家可以去听他的歌 跟看MV 你会发现MV其实 长达八分钟的原因 是因为他 前面跟中间加了 古典乐的 呃 两首古典乐的 变换 然后去 称托那个 氛围 然后像他的开头跟结尾 就是用德布希的乐广 那这首歌其实 也很常出现在很多广告 包括说香奈儿的广告啊 然后歌吉他的电影配乐 然后 等于他就像是一个宁静的序曲 就是前面在讲说这个 桃子饰演的这个台商 他就到 上海工作开始了一段 呃 新的一个机会 然后在这边他就遇到了曲颖 就是这个饰演红玫瑰的这个女生 然后呢 他中间就是 呃 加入了这个 拉赫曼尼诺夫第二号交响曲 那 他就是一个 呃 很 怎么讲 很 音沉的开头 就是 登 登 好 我真的 不是古典乐 相关的 朋友 我真的 形容得很烂 好 但 但他就是用了这个 因为这交响女很长 然后他只用了这边的第一乐章 然后就是用像一个缓慢的影子开始 然后前面就是一个大提琴啊 跟低音大提琴不断的重复演奏 然后就带出了这种 呃 很 很黑暗的感觉 对 然后就是会有一种 诶 风雨欲来 暴风雨的紧张感 然后这时候其实就是 那时候的陶哲 他已经到了上海嘛 然后就认识这红玫瑰 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一些 呃 情欲上的关系 然后呢 就是 后来有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 剧情里面有交代 就是他跟 他的女朋友 就是这个白玫瑰在吃饭 可能 可能来上海找他之类的 还有他的一些朋友吃饭 然后这时候这个 第二交响曲 就下了音乐 然后这时候这个 曲影就出现 然后呢 他就是 走下来 然后 陶哲在吃饭 然后他就走到他的身边 然后朝着他的耳朵 就对他 讲话 然后因为是一个很近的距离 然后 所以陶哲那时候就有点吓到 然后就一副要噎到的样子 我就 我觉得很传神 然后他一开始可能也没有想到 就是曲影会这么凭空 出现 然后这时候呢 就是 这个 白玫瑰 觉得他女朋友也有点疑惑地看着他 然后这时候陶哲才赶快兴趣的介绍 向他女朋友介绍我曲影 对然后接着音乐就是 结束这一段之后 就是才进入B段 然后我觉得哇这段很传神 然后曲影就是做 跟他们打完招呼之后 我们还是自己一个人做 就坐在单人座上 若有事物的看着陶哲 就是衣服 诶 有点 有点恶趣味的感觉吧 就是有一种 整到他的感觉 对 然后 我自己觉得 就是他自己在MV上的简介也有写 就是说 他 呃 全片没有对嘴镜头 然后跟两岸 兩大美女的 呃 都没有NG这样 然后导演林锦和也赞叹他的表演 很出色 那那我自己觉得 在这个八分钟的MV里面啊 他跟曲影的一些调情的桥段啊 然后那种事业情场两得意的样态 我觉得都不是演出来的 就是很自然的 当然他在那个时候 确实也是在一个很巅峰的状态 不论是 呃 在两岸市场的知名度啊 然后 然后 专辑的 制作量啊 都是 都算是 蛮有名的 对 所以我在想说 这也是为什么他演起来很 自然的原因 对 那 其实 YouTube底下的网友也 很坏 也不是说很坏 很诚实的 讲了说 就聊了这句话 我就把它收入进来 他说David David就是桃哲的英文名 David不仅是歌手 他也是预言家 哈哈 并身体力行的证明了自己的预言 就是 因为其实桃哲有很多的 嗯 桃色的绯闻嘛 那其中有一个罪友名 就是他后来在结婚之后 有 有跟这个 呃 中国的一个女星 就是 传出绯闻这样子 所以 这个网友就有点在暗讽他这件事情 那我想可能也是因为他的风流 所以演这个角色才演得 这么的 这么的 自然吧 歌词的部分其实也写得很美嘛 比如说像是 嗯 寂寞生的向海太让人害怕 然后我觉得这一 一首歌里面有一个很精华的一个词言 就是 每当爱变成了煎熬 你就 开始要逃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在歌里面还是MV里面 都有 给人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当这个爱变成一个 压力或是变成一个负担以后 大家就会想要开始去 呃 逃避这一件 逃避去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呃 不只是逃者 就是说很多人在这样的情况下 都会有这样子的反应 那 我觉得2004年也是那时候 呃 中国对台湾很开放的一个时间嘛 然后那时候也很多的台商蹊径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也反映了这种社会的 缩影 然后MV的最后 我个人的感觉是 因为他最后跟红玫瑰就是曲音说 我们不能再这样子了 就是I'm sorry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逃者最终选择的家庭 那我想其实跟多数的男人一样 就是他不想要为了 呃 出轨 而损害到自己原有的利益 对 那那陶泽自己 他在采访的时候是说 他到底选择谁 他说 在结尾的时候 他说喊嫁给我吧 他说有可能是对白玫瑰提出来 有可能是对红玫瑰提出来 那也有可能是对上海市井而喊 对 他说他不想要把这个答案 呃 去揭晓 就是留给 留个空间给自己 给大家想象 但我自己觉得说答案名就很明显 就是你选择了你原本的女友啊 就是照那个逻辑走下来是这样子 对所以如果我觉得大家 没有听过这首歌的人可以去听听看 那如果有听过这首歌没有看过MV的人 我蛮建议大家去看MV的 因为我觉得陶泽在里面的演技还蛮好的 然后整个铺垫也很不错 然后其实呢 呃 李荣浩 就是 对 就是李荣浩 李荣浩其实 在 在他成名以前 他很多 时间 有公开表示过他很欣赏陶泽 然后跟 呃 陶泽曾经 在创作上 给他一些灵感的启发这样子 然后很妙的是他们两个居然是同一天生日 所以 李荣浩之前在选秀节目的 导师的表演上也有表演过这首歌 爱我还是他 那 他就是其他的这个 李荣浩中间的 吉他solo桥段就是非常好听很帅 对 但是就是 李荣浩就少了一点这种 呵 情欲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两个版本都可以听听看 然后MV可以去看看 对这个是我对 爱我还是他的一些 看法 跟想法 然后再来 我想讲的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三部曲应该 我现在有点像倒许 三部曲应该是 因为我刚刚讲 暗恋 似曾相识跟爱我还是他 然后 如果照这个 呃 时间顺序的话 其实是爱我还是他最早的 然后 暗恋是最晚的 可是我觉得如果照情欲的发展的话 应该是先暗恋 然后呢 就是因为暗恋这种 情况大家 一定或多或少都有发生吧 我不知道 但是暗恋比较像是一个单向的 所以 可能 大家会有 呃 呃 很多的经验 我也不知道 然后再来就是 你可能有些恋爱的一些经验之后 你 有时候会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就是 呃 对一些人 对 然后最后才是爱我还是他嘛 就进入到一个 情欲的纠葛 那 我想讲的第二首歌就是 似曾相识 然后 然后 他就是收入在淘哲的 太平生日的下一张专辑 就是太美丽 就是发行是2006年的8月 然后 呃 我想讲一下说 跟前一首歌一样嘛 我会先讲一下他跟MV 还有歌词的不同之处 因为歌词给我的感觉 比较像是说 呃 有一个现任的伴侣 然后他可能遇到一个前任 呃 可能是路上或是哪里 就偶然的遇到的前任 或是过往有关系的对象 因为他有一段歌词是写的说 那一憋 人潮如海的街 和你擦身而过 有些恍神一再回头 他发现 我的心不在焉 我却无法解释是谁 乱了我生活 所以 这边有这个他发现 应该就是 当时有一个 一个伴侣的状态 然后 他发现了 这个 你 让我心神不宁 对 所以我 我的解释是这样子 那MV给我的感觉 就没有这个他 就没有这个伴侣 他比较像是说 你在利用一个 呃 现阶段很像的一个人 来去忘掉过去 曾经存在的一个人 那 就 前面有说 就是陶哲第五张专辑 然后他 真的很爱找 美女来拍MV 光是杨景华 就出现了四部 就四次MV 然后他这一次的MV呢 他就是找了 白新慧 白白 来演 呃 呃 反正就是一个 之前是一个名模 这样大家可以去Google 然后 所以 这次MV剧情 我就觉得叙述比较老套 所以陶哲就是饰演一个 一个 大学的英文代课讲师 然后 意外发现班上的女同学 白新慧 那长得很像自己的 前女友 对 那当然这前女友 是不是死掉 或是什么样子 还只是分手了我们 无常得知 这样 那 那我觉得 呃 不得不说 那那个时候 呃 其实拍起来的东西 真的就是 蛮素的 很 呃 怎么讲 就我觉得 那 呃 那个年代啊 已经到那个年代的状态了 就是 那个时候拍起来的东西 都是蛮 自然的 没有太多的 加工 比如说像 像我觉得白新慧 他就是一个 很素很自然的美女 就你会发现那时候 还有那时候以前的 呃 一些 一些MV啊 或者是一些 女性 她们都是看起来非常自然 就每个人有各自 美的特色 就是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完美 那可是这样的不完美 并不是说她们是不漂亮的 而是说 比起现在的一些 呃 明星或者是网美啊 她们的五官可能很对称 然后风格可能很一致 但是就缺乏一种多元性 就像 就像白白 她的眼睛很大 然后相对来讲 我觉得她的眼距啊 就双眼之间的距离 比一般人来的宽 那可能这就是一种 在对称来讲 并没有这么的完美 可是这就是她的一个特色 然后包括说她在MV里面 她穿着 她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她穿着一个 呃 米奇大亮片的T恤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完全就是 2000年一般学生会穿着的日常 就是很朴素 然后就没有什么太Fashion的美感 然后也很符合当时时空背景 就是你绝对没有办法想像 现在大学生穿成这样子 应该会疯掉 对 那这部MV就没有像 爱我还是她这么精彩 但是大家有兴趣 还是可以去听 去看 那最后的结局就是 就像我前面讲的 她后来在结尾就发现说 呃 然后再来最后也想讲就是 三部曲里面的暗恋嘛 那 那就是我不得不说 陶泽真的很懂自肥嘛 她除了找了美女 就是 就是找了杨静华 然后呢 她还在MV里面找了DJ Dennis 就是那个 Yo我是DJ Dennis 那个Dennis 来赞美自己 因为那个情况就是 杨静华在搭舰 然后那个司机在 听广播嘛 然后就在介绍陶泽的 这种新歌暗恋 然后就是Dennis 就是里面的DJ 电台DJ嘛 他就介绍陶泽这个人 然后帮他美言几句 所以我觉得 这个套路很深 那 这个暗恋呢 是 发行于 六九月章 就是她的 第六章专辑 然后 就是09年的8月发行 那她其实也 也靠了这个 六九月章 这个专辑 她 获得了 第21届金曲奖的 最佳男歌手 大家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会叫六九 我怎么听起来 好像哪里怪怪的 那可是 这个六九 其实就是以陶泽 出生 年份1969 来诠释 最真实的自己 然后用来致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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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来致敬 那个时代 这样子 就是 她就说 她的双亲啊 双亲都是名人嘛 就是用私奔来对抗这个 传统 双方的家庭 然后就是他们讨家 失定终身 然后剩下了讨哲 所以她觉得 某种程度上 也造就了她的顽皮啊 然后叛逆的一个 童年性格 那 刚刚不是说这首歌前面 很自肥吗 还找了 DJ Dennis 来 吹捧她一番 这一首 的 MV 其实也是首度 讨哲自编自导自演 的这个主题曲 然后 呃 当然 虽然是自导自演啦 可是她也有找之前 刚刚讲的那个 爱我还是她的导演 林景和 一同来 制导MV 这样子 然后 其实她 就因为她在讲一个 咳 暗恋的故事嘛 所以 男女主角也是 陶泽跟杨景华 她们在 十年之间有一些 若有事物的暗恋故事 这样子 然后 然后其实你可以发现说 呃 陶泽在很多 历年专辑就是 会写到 很多用 呃 女性的英文名字 在创作的 主题曲啊 比如说最有名的 就是Melody嘛 Melody就是写给她 很久以前的一个 呃 女友就是音乐嘛 就是 就是那个Melody 然后 还有什么Angela 然后 Katrina Oli啊 但是那个Catherine 是写给妈妈的歌 她妈妈的歌 她妈妈叫Catherine 这样子 然后 呃 我自己觉得 这个 歌 我反而会觉得 呃 歌我 更甚推荐 看MV 就是 其实 其实有时候听歌 我觉得就很棒 然后 呃 她的歌词里面 我觉得 呃 有一句话我蛮喜欢 就是 短暂的甜蜜也胜过了 一辈子没有你 那 那这个短暂的甜蜜 它究竟指的是一个 回忆的片段 还是 呃 重逢后的激情 或者是 至始至终 梦里面的议策呢 就 我想 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答案 或者说 每段关系 可能会得出到不同的答案 那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MV就在讲 陶哲跟 杨景华的故事 只是说 呃 他们之间 因为是暗恋的关系 所以 有一些互动 但相对其他 比较讲不是那么多 然后 陶哲也是一如既往的在耍帅 所以他就很长时间 在这MV里面 他就起了他的 红色的BMW 重机 在都市 还有自然里面 骑乘 驰骑 这样子 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看看 呃 很美的杨景华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MV 对 以上就是 我把他归类的这个 呃 情欲的 MV三部曲 当然其他的歌也有拍MV 可是我觉得就 不是故事性来讲 或者是 呃 整体完整度来讲 不这么高 所以我就没有 推荐给大家 对 虽然陶哲现在已经 呃 蛮少在创作的 但是 其实这三首歌都 蛮好听的 而且他们还有个共同点 就是说 他们的作词人都是娃娃 但你也想说娃娃是谁 好像有蛮多人叫娃娃的 就是 其实有人统计说 台湾的乐坛有四个娃娃 一个就是唱过那个 飘洋过海来看你的 那个歌手金字卷 就是什么 为了你 我 存了八年的积蓄 好 大家没有听过的人 可以去 去 去google 还有一个是唱那个 问琴的一个 蔡姓卷 他就是一个台语歌手 其实蛮常在 八大的音乐节目上出现的 之前呢 我后来没有再follow 但他们两个都比较有年代嘛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作词人 陈玉珍娃娃 对 那其实 其实以前我就知道 这个作词人娃娃 只是我以前都以为是那个 魏如轩娃娃 因为魏如轩以前在DJ 的那个绰号就是DJ娃娃嘛 所以我想说 欸 因为我想说他跟陈喆的年代 好像比较相近 后来才发现说 不是 这边的这个娃娃是指 陈玉珍这个作曲人 那其实他 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然后 也写过很多歌的一个作曲人 他甚至也帮 张学友啊 Beyond 然后蔡健也写过歌 所以 这个娃娃可以说是一个 很多元型态的作词人 但是 其实如果以合作歌的数量来讲 其实 他跟陈喆合作的反而是 最多的 然后他自己觉得说 陈喆就是一个很好玩的小孩子 然后他是一个 天生的音乐人 然后他觉得合作起来没有什么 制作上的期 限期 就是 还是有一些压力啦 可是 他觉得做起来蛮 蛮free的 然后 就是 真的以音乐为倒下 而不是 是市场或计划的导向 这样 所以他觉得做起来很过瘾 那我想 也这可能也是因为 一个很棒的作曲人 跟一个 很棒的作词人 可以 合作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可以激浪出很多的火花 所以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google一下陈玉珍 这个作词人 你会发现他做过很多 快智人口的名曲 好以上就是我对陶喆这三首歌 还有他的MV的分享 那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最喜欢陶喆的哪首歌 然后 你对 周一 听什么这个单元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或是你 有没有希望我做一些 分享或分析 针对谁或某一首歌的都可以 留言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Ig Barney's Talk 让我知道 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咯 拜拜